城门外 八个千叮万嘱咐 告诫九二个 一定要冷静 千万别感情用事 若老师真的出了意外 他的一双儿女还得有人照顾呢 九二个面无表情地说道 八个 师弟若真出了什么事 咱们俩都脱不了干系 不过你放心 我惜命的尽 八个这才略微地放心 又再三叮嘱十四 一定要看好九二个 别让他乱来 在得到十四的保证以后 才放心地回转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 烟红和海棠到了通州 当天就被守在那儿的侍卫 领着连夜进了宫 依妃出面详细地询问了 香山发生的事宜 烟红和海棠一听老师没了踪影 全傻了耶 当即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断断续续地将他们所知道的事情 河畔拖出 但这两个人都没有出卖阿里阿的老婆和巴阿哥 能在突文噩耗的情况下 两个人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 不为自己树敌 光凭这一点 齐木格就只有妄备心探 是啊 老师没了 一帮孤儿寡母的要撑起门面 必然会有诸多的不义 若再得罪两三实力派 那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两个人也没有添油加醋地说齐木格坏话 毕竟齐木格的身份在那摆着呢 就算康熙再不待见他 认为他是导致老师遇害的罪魁祸首 他也是小阿哥的亲额娘 康熙肯定不会忍心 小阿哥才失去了阿玛又没了额娘 因此府里肯定还是由他当家的 但巴阿哥对海棠的智商有些怀疑 可没想到 康熙会派人在半道上接人 因此一直提心吊胆的 直到等到海棠的哥哥送来了消息 才安心地睡了一觉 可是没过两日 老师府里的徐公公又跑到老师的四舅舅 殷德府上专门送上了一套精美的玻璃水杯 殷德和阿里阿府都在一条大街上 徐公公前脚进门 后脚锁住螺式就知道了消息 巴阿哥得之后 气得将徐公公找来 训斥了一番 徐公公委屈地辩解着说 按老师交代做的 如今虽然老师生死未明 但他做奴才的怎么能服了他的意呢 巴阿哥得知是老师的意思 而不是奇梦格指使的 心里暗叹了口气 挥挥手大发了徐公公 心想 还是顺了老师的意吧 老师失踪 自己和阿灵阿都担着担心 若阿灵阿真的为了这么点事 和老师的遗孤作对 不说九阿哥 就是自己也不会答应的 巴阿哥这些日子 心里也难受 自己因为生母的地位低 在宫里的日子一直不好过 偶然间 九阿哥与自己有了交情 老师便也跟在九阿哥的屁股后面 对自己释放着善意 这么多年 也只有九阿哥和老师 担起了兄弟之情 虽然那个位置非常的诱人 但巴阿哥确实 没有要拿老师去换的意思 对于自己这次无心之失 巴阿哥即是内疚 又是担心 内疚自然是对老师了 若当时不退波助澜 也许石福靖和老师 不会争执的那么激烈 老师也不会为了消除流言 而出海操练了 担心却担心的是九阿哥 九阿哥大老师不到两个月 两个人从会爬开始 就想着法子往一块凑 等会跑了 更是无视身边的太监嬷嬷 整天黏在一起 梦不离交 交不离梦 感情自然是亲厚无比 巴阿哥担心 若老师真的出事了 九阿哥没准会迁怒到自己的身上 如今九阿哥的铺子正在快速地扩张着 身价不菲 若是没了九阿哥的财力支持 巴阿哥前面的道路更是坎坷了 因此巴阿哥天天盼着前面能有消息传回来 又怕有消息传回来 不知不觉间瘦了一大圈 尽管如此 与所有人一样 巴阿哥也觉得老师除非是龙王转世 否则呀 压根就没有了生还的希望 因此交代自己的管家帮着徐公公准备葬礼事宜 九阿哥虽然哭着喊着说要去找老师 但其实也满是绝望 因此一见到齐木格在田间带着两个小孩拍手唱着乱七八糟的吊子后 当即恨不得冲过去给齐木格两个大嘴巴 十四则担心齐木格会不会得了失心疯 齐木格正领着安安和宾宾玩得高兴呢 不经意地抬头一看 发现了站在前方的九阿哥和十四的身子 扬了个笑脸眼泪却潸然而下了 十四盲打了个歉 十早 接下来却也是哽咽无语了 齐木格扭过脸去 抹干了脸上的泪珠 平稳了心绪 继续低头挖着手上的摔草 九阿哥和十四上前一个抱起一个 准备联络一下感情 谁知道安安和宾宾全部约儿童地哼了起来 挣扎着要下地 两个人才学会走 正稀罕着呢 齐木格上前解释着 将孩子接过来交给了奶妈 方说道 瞧我 竟忘了招呼九哥和十四弟进屋了 如今齐木格已经带着孩子搬到了前山寨附近的一处庄子里 尽管主人一再声明要送给老师 齐木格依然坚持着将香山县的房子与他互换 反正老师当初付了一年的租金 等租约到期后再说 这庄子比香山的房子更小 但离前山寨最近 因此齐木格选择了此处 希望能最快地得到最新的消息 因此九二哥和十四见着的 便是四周的许多帐篷 十四说道 十早 这里住着不方便 不如 把你军营好了 齐木格一边引他们进正厅 一边解释道 军营有军营的机会 这屋子其实挤一挤能住的 这只房子没有个正经的院子 担心不安全 这才围了一圈帐篷 我们已经在周围看了一块地 等经理的银子送来 就开始弃房子 听几次 十四再也忍不住了 哽咽着说道 十早 十哥他 九二哥此时 也担心秦木格是否坏了脑子 老师明明凶多吉少 他还在这儿萧庄子作甚 九二哥一直对齐木格心生怨恨 觉得若不是齐木格和老师吵闹 怎么会有后面这些事呢 可如今见到了这情形 也不落人了 终于开口对齐木格说出了 此次见面的第一句话 师弟们放心 以后府里有我们照顾呢 齐木格笑着说道 我们一直都蒙九哥的照顾 这次九哥和十四弟又专门为我们爷奔波数千里 真是让人惭愧呀 我们爷也真是的 居然搅得你们也不爱上 等他回来 一定要罚他好好敬你们几杯酒 十四憋了白傻说道 十早 我们刚从前人寨过来 福建和广东的水师 在海上找了多日 什么也没发现 百多号人连个影子都没有 你得有准备 十哥怕是 九二哥也跟着红了眼眶 齐木格的鼻子也不住地一酸 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笃定 老师会平安地回来呢 当初听说老师没有按时回应 虽然齐木格天生对大海心生畏惧 但因为知道老师被雍正整之后 还被乾隆给放了出来 因此倒也不怎么担心 比雍正命还长的老师 怎么可能在康熙年间就撬了辫子 因此 虽然蒋先生和前山寨的副将韩涛 挤得团团转 齐木格还是能按部就班的 该干嘛干嘛 淡定的神情让大家叹为观之 可随着时间的飞逝 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坏了 老师一点踪影都没有 各路寻找人马全都无功而返 齐木格也渐渐地坐不住了 索性将家搬了过来 广东水师福建水师扩大了搜索范围 沿海渔民全都发动了起来 还派人去了南洋 希望能找到点蛛丝马迹 如今除了去南洋的人 还没有消息传回来 其余的全都是一无所获 甚至连船体的残骸都没有见着 齐木格也没了主张 开始冥思苦想 历史上的老师 是不是真有个蒙古福建 开始怀疑 是不是自己不要老师纳妾 不想让老师加入巴掖党 想让老师说懂康熙 建一个鸦片贩子杀一个等等 会改变历史原来的走向 这老天爷一发火 干脆提前叫老师向上帝报道去了 朝着思路一想啊 齐木格越发的心慌 不让老师纳戒 对历史的影响不大 因此老天爷还没怎么生气 虽然自己不想让老师参合夺敌 但老师如今只是暂时没站队 并不排除以后加入的可能 因此老天爷也就没出手 可自己已经发现了鸦片 任何一个中国人 只要良心没有被狗吃了 接下来肯定要让老师采取行动呢 没准以后就没了鸦片战争 这个影响可太大了 于是老天爷果断地向老师下了毒手 想到这里 齐木格天天对老天爷保证 他绝对不会让老师去浸鸦片 保证了十多日后 还没有见到老师的消息 齐木格也火了 心想着 是自己惹的 十三一起暴毙好了 也许是老天爷还没有被人这么威胁过 一时也无法接受 因此老师依旧了无音讯 既没有活着回来 也没有找到尸首 齐木格一天比一天煎熬 因此 乍一见九二哥和十四 便忍不住地流下了眼泪 见大家都对老师身还 不抱什么希望 齐木格越发的心急 也没准一时兴起去了南洋 这可是说不准的 再说了 大家都没有找到什么残骸 这说明 他们肯定没有出意外 茫茫大海 没有找到残骸 不能说明什么 加之齐木格也不认为 老师他们有足够的淡水和食物支撑 他们在海上漂泊 因此 目前唯一的希望 就是老师按耐不住 去了南洋 九二哥也给自己打气说道 对 师弟没说得不错 师弟肯定去了南洋 韩涛说还得有几日 南洋才会传回消息 咱们别心急了 十四盲点头说道 对 师嫂 有消息 弟弟我头一个 就给你来报信 话虽如此 众人的兴头都不高 九二哥和十四 近其木格还很坚强 在十四传达了十三亲切的问候后 两个人交代了几句 便回了千山寨 又过了十多日 南洋传来了消息 没人见过大清水师 掐断了众人最后的一次希望 九二哥当即晕了过去 悲痛万分的十四 一面照顾九二哥 一面宣布封锁消息 不能让奇木格知道 又过了两日 九二哥总算是缓过劲来 与十四一起去见奇木格 奇木格还没有掌握最新情况 一脸的平静 见九二哥和十四脸色不好 才惊慌地说道 得了坏消息了 九二哥强忍着泪水 点了点头 十四低头说道 南洋也没有消息 十四 解爱 奇木格张大了嘴巴 老十还能去哪儿啊 难道真死了吗 奇木格不可置信地摇着头 慌乱地说道 不不可能 俗话说 户害一千年 婴儿这个大坏蛋 怎么可能这么短命 说着 拉着九二哥的袖子 胡乱地说道 九哥 你和他打小一起长大 你应该知道 他做了不少坏事对吧 他压根就不是好人是不是 九二哥的泪水 也没有忍住 对奇木格说道 就是 他就是个大坏蛋 神神舍了咱们 奇木格已经没了理智 抓住了九二哥的手裤道 九哥 你带我去海上找 咱们去海上找找 婴儿那个混账 肯定是在和我们躲猫猫呢 我们去找就能找到的 九二哥点了点头 好 咱们出海去找 十四心中后悔不已 今天压根就不应该带九二哥来 忙没有帮上不说 还浸添了乱 忙劝道 迟早九哥 你们别这样 十哥知道了 心里也会不好受的 九二哥愤愤愤然的说道 他不好受 他不好受 九哥我出来 躲着算什么事 十四无奈 只得对奇木格说道 十四 你别离九哥 他磨正了 你多想想孩子 小二哥和小哥还小 你还得将他们拉扯成人 千万别出汗 万一出了什么事 你让他们今后靠何人呢 奇木格睁睁的看着十四 磨了磨眼泪 突然恶狠狠地仰头看着天 尹恶 你这个混账东西 你这个大色狼 我告诉你 你若真死了 我才不会回蒙古呢 我就带着安安和冰冰回京城 在京城找个人嫁了 让别的男人住你的房子 换你的钱 睡你的老婆 还打你的娃 十四没有见过这么凶悍的誓言 完全愣住了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 九二哥派手说道 对 十四 你放心 九哥我帮你找男人 你带着十四的小妾一起嫁人 他要不每天走安安和冰冰一顿 九哥就揍他 十四无奈 赶紧命人将九二哥拖走了 原本打算找几个官妇 来安慰开导齐木格的 见齐木格不管不顾地胡说一气 生怕这些有伤风化的话传出去 也顾不得男女大房 亲自守在齐木格的屋外 叫乌雅进去伺候 齐木格已经完全没了感觉 只是下意识地不相信 老师好端端的这么一个人 怎么就这样没了呢 齐木格第二日 就带着安安和冰冰 旨意要出门 非要到海边等老师 十四见拦不住 只好带着大队人马跟了去 命大家严防死守 生怕齐木格寻了短见 来到海边 望着一望无际的大海 看着海天一线的美景 齐木格呆呆地无语 十四担心地说道 师嫂 海边风大 别让孩子受了凉 咱们先回去吧 齐木格摇了摇头 对十四说道 十四弟 你忙你的去吧 我不会寻短见的 我要等你时隔回来 然后便不再理十四了 拉过安安和冰冰说道 安安安和冰冰虽然不懂事 但也感受到了大人的悲伤情绪 都嘟着个嘴 点着头 指着远处 几里呱呱呱呱呱地互相地交流着 一连三十多天 安静的齐木格风雨无阻地带着孩子去海边等候着老师 有的时候还笑着叫孩子唱歌 大海呀大海 就是我的故乡 十四每次都用心地听着 但每次齐木格都只唱这一句 每次都还不在一个调上 这十四越发地心酸难受了 闹着要出海的九二哥 则被十四锁进了屋子里 没了自由 终于就在九二哥 要将墙撞出一个洞的时候 康熙的旨意到了 命十四将九二哥和齐木格安全地带回京 在京里给老师举办风光的葬礼 寒头的处分还没有下来 但也心知道自己的官运到头了 如今不求保命 只能保住一家老小就好了 因此对十四的要求 那是言听计从 对九二哥也不敢怠慢 对广州的将军 福建的水师提督也是随叫随到 只求这些大爷到时候 能为自己美言几句 别让自己落了个 抄家灭族的下场 可九二哥和十四 就没给过他一个好脸 其他人见了他 也是欲言又止 因此 建朝廷已经宣告了老师的死亡 老师的家眷也即将要回京了 芒托人找到了蒋先生 希望能当面与齐木格赔罪 再聚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字幕托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